主席总处公布了最新的家庭收据调查 去年所得最高前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跟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所得差距是六点零六倍 主席长朱泽民表示呢 跟去年相比只微幅成长了零点零一倍 不过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搭配柴税资料 得出来的贫富差距数据 恐怕会严重被低估了 从今天开始呢 公事将推出贫富差距的真相系列报道 首先就来看的是贫富差距要如何统计 才能够贴近真实 四处收集空罐宝特瓶 还有废纸箱来编卖 这是年过七十的菜杯杯 周末假日的工作 一个月下来赚的钱 恐怕连一般人缴手机通话费都不够 几百块钱而已啦 公司我们年龄都掏过了 公司又不请我们啦 因此平日一到五还得四处发传单 打零工之余 他其实也在社福机构帮忙 打饭送菜 虽不知心但供吃住 而这两瓶大的小房间 就是他的小天地 他说有个七身之处就很满足了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社福机构隔壁不到十公尺处 一栋豪宅即将落成 在低迷的房市景气中 每瓶售价依旧冲上七字头 形成强烈对比的贫富差距 但根据过去官方公布的数据 贫富差距却是连续五年缩小 而根据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的家庭收支调查 发现所得最高前百分之二十 所得平均为一百九十四万 另外所得最低的百分之二十 平均为三十二万 所得差距为六点零六倍 主机总处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 台湾的贫富差距并没有欧美各国严重 因为从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财富占比来看 一九八一年当时约占全国人口所得的百分之六 过了三十多年只提升百分之十点六八 虽然财富往富人集中 但没有急速恶化 但有学者认为主机总处的衡量指标 家庭收支调查 因为采抽样调查 样本数约1.5万户 收入由低到高 切分为五等份 存在着极大的误差 如果以财政部的财税资料分析 只有超过六百万的报税加户 再以二十等份下去细分 精准度较高 而财税资料也是近年世界各国 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 跟财税资料比起来的话 家庭收支调查 它显现出的贫富差距就是比较缓和 那过去不管是贬政府或马政府 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相 所以每次总是拿家庭收支调查出来打 台湾高所得者 他所得份额成长的曲线 跟英国跟美国 我想都是很急速的往右上方变动 那就表示台湾高所得者 他所得份额累积的速度是快的 根据财税资料来看 收入最高的前百分之五 和最少的后百分之五 家庭所得差距从2005年的55倍 到了2014年 则扩大到近112倍 已增加了一倍以上 但学者认为这样的数据依旧还是被低估 因为真正的有钱人 海外投资避税根本客不到 加上不动产交易税偏低 金字塔顶端的有钱人 实际赚更多 因此学者建议 如果把家庭收支调查与财税资料 跨部会一起做分析 贫富差距的数据才会更贴近事实 记者黄六张国良台北报道 贫富差距的数据才会更贴近事实 贫富差距的数据才会更贴近事实